今天是2019年7月21号 我想对美国的政府 军方 国会 法院 以及川普总统说 你美国 所宣传的狮子王 那是一个谎言 你的第一部动画片 我就没看 现在你的第二部 这个经过计算机 虚拟现实模拟出来了 我更不会看 现在是一个谎言 川普 我对你的当选呢 一直深表了疑虑 因为你是一个商人 在小鬼当家那部电影里头呢 你我有疑养之转 是我 让你美国人重新上路 但是你美国人上路 你会看到 在你的这个 美国的 踏上新征程的道路上 有一件事 必须做 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反人来分子 如果你不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反人来分子 你美国的崛起 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你美国川普的政策 与中共达成任何的贸易协议和结构改革协议 都是不可接受的 不被允许的 也都是不契合实际的 从根本上说 是再一次出卖了 中国的利益 同时也出卖了美国的利益 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而是一个中美双方同归于尽的局面 也就是说 你川普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 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的反人分子 只有一条出路 一 删成命 二 欠点文钱 三 交出权力 遵守联合国宪战 这一点是不容含糊 否则 李川普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任何贸易协定 和结构性改革的协定 都最终会伤害美国的根本利益 也会伤害中国的根本利益 甚至 对未来世界的和平稳定的发展 构成严重的危险 这是不可接受 你美国 在08年之后 重新上路 实在我的帮助下 重新上路 你的重新上路的第一站 也就是说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必须 把中国共产党的反人分子 消灭了 否则你美国无法决击 你与他们达成任何交易和协议 都无疑于魔鬼 与食人族 都满了 最终你们自己 会自食恶果 所以你美国拍的那个电影 狮子王啊 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你的谎言已经说了两遍 第一遍是画出来 第二遍是用计算机 模拟出来 同样还是一个谎言 川普 我和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母亲 到北京市长江区人民法院 立案进去 刑事立案 被无理拒绝了 这早在我意义之中 他们给我的回答说 没有造成严重厚 所以无法刑事立案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人对我表达的意思就是 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严重的厚果 才能行事立案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多次向你美国政府呼吁 我要求你美国军方 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对中国共产党反人类问题 以美国政府国家议会的名义 采取武装军事斗争的行动 向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犯罪分子 开火 杀死兴首 也就是说 在今天的全人类 全世界 都在等待着 你川普做出正确的决定 挥起你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刀 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反人类分子的人头 并且斩尽杀军 这是你美国军队义不容辞的义务 因为这件事情 与你美国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 所以我要求你美国政府 响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 它需要严重的厚务 所以你美国军方 必须对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反人犯罪分子 采取军事行动 挥舞起美利坚合众国的战刀 把他们送进屠宰场 用他们的鲜血 他们的生命 以及给他们金钱的伐木 一血全人类的吃 一血美利坚合众国的吃 一血中华民族的吃 同样 我希望俄罗斯政府 也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通过战争的形式 把中国共产党 反人类犯罪分子 残害张扬西约 进行家族成员的反人类分子 送进屠宰场 撤住屠宰安静 全人类需要他们的人头 需要他们的尸骨 需要他们的鲜血 一血 全人类 一血俄罗斯民族 美利坚合众国 和中华民族的吃 在这个问题上 是没有任何商量的 俄罗斯政府 我已经履行了 二十多年前 我所许多的路言 第一 我送美国 重新踏上了登场 第二 在香港问题上 我卖了一头驴 挣了五万亿美金 我把它全部的交给了 俄罗斯政府 作为美国 和俄罗斯政府 你们有理由 我已经给你们提供了 政党的理由 你们有责任 有义务 代表这个星球 代表全人类 挥舞一些 你们的战刀 把中国共产党的 反人类犯的分子 斩尽杀绝 用他们的鲜血 用他们家族的生命 和师父 一起全人类的耻辱 同时在最后 我要求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军方 和俄罗斯政府 和军方 无论 无论你们的两家 哪一家都可以 我要求你们立即 把张扬 习悦 及其家人 通过 政府 或军事手段 保护我们 撤离中国 中国共产党 这个魔鬼 就像灰烟被掩灭 所以我在这里头 我看清楚了 俄罗斯的态度 我也看到了 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美利江何众国 收了江泽民的钱 拿了邓家胡的钱 你们下不了手 那你们是否准备 和邓家 江家 胡家 习家 毛家 回去会儿来 谋杀我们家人 你下不了手 所以你就编织出一个 狮子龙的谎言 所以我跟你美国人 要说清楚 你的谎言 你的骗局 我是不会上当的 我对你美国人 人之以尽 我对你俄罗斯人 人之以尽 你们要的钱 我给你们挣当 你们有义务 营救张扬 习宇 及其家族成员 离开反人类的犯罪现场 中国 你们有责任 就硬 挥舞起你们的战刀 动用你们的军队 向反人类的中国 反人类 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分子 发动战争 带他们残杀殆尽 诸灭尸故 用他们的尸故 先去 用他们子孙的生命 赢回全人类的尊严 这是你俄罗斯政府 和美国政府 不二的选择 我送你美国人上路 我把钱给你俄国政府 你们就必须 履行你们的弄业 你们必须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不能拿我的钱 接受了我的帮助 你却无视我们家人的生死 和财产安全 所以我要求你 美国人 俄国人 揮不起你们的战刀 毫不流行的 叫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分子 使用种族灭绝政策 对他们使用种族灭绝政策 残杀殆尽 最后给他们留下一个女儿 照规矩办 书上怎么说 就怎么做 这事没上来 我们没有义务 继续在这里等待 我们等待了美国 俄罗斯的军队 采取行动 我们所拥有的 是面对我们亲人逝去的眼泪 你们偿还给我们的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反人分子的 人头 尸骨 鲜血 谢谢